欢迎来到KK音乐 玄冰 在当选韩剧颜值四大天王冠军之后 玄冰又迎孙艺珍上榜 吻戏高手第四名 可见其在日本的人气多旺 编辑称 玄冰的吻戏很成熟 从爱的迫降的制作画续来看 果然是有认真研究过 双手捧着孙艺珍的脸的角度 都要反复查看显示器一边确认 以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 太有魅力了 在爱的迫降中 成功塑造了李正赫这一形象的玄冰 靠着扎实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不仅勇夺三项大将 更是维持了超高的人气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李正赫这个角色 让玄冰的演艺事业 又上了一个台阶 这个所谓的台阶 一方面指他所塑造的经典形象 又多了一个 另一方面则指他的电视剧作品中 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又多了一部 爱的迫降结束之后 玄冰的主要经历放在了电影上 去年他和影帝黄正明合作了一部电影 交涉 今年又将投入共助2的拍摄 这样看来 他现在的主攻方向是在电影方面 这对于一个在电视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即将步入40代演员的来说 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毕竟能在中午路敞出一片天地 是许多演员的梦想 忠心的希望玄冰能在电视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大荧幕上 为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玄冰在电视领域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尽管自出道以来 他只拍摄了11部作品 从数量方面来看 算不上很多 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确实很大 有几部剧看成韩剧中的经典 如让他一爆而红的成名作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 以新颖的题材 绝好的口碑 广受粉丝喜爱 并让他夺得多个奖项的秘密花园 以及再一次掀起了寒流热潮的《爱的迫降》 都是选宾的演艺生涯中 值得大叔特写的经典作品 而玄冰其中的一些荧幕角色 由阿尔木布拉宫的回忆中的留代表 《海德·哲基尔与我》中 他一人分饰两绝的聚锐镇与罗宾 他们生活的世界中的政治舞 《雪之女王》中的汉太雄 也都以鲜明的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估计再过许多年 剧迷们想起玄冰 仍能想起被他精彩演绎过的 一个个角色 说到玄冰在电视领域取得的成就 就不得不提他获得的诸多奖项 作为一名演员 玄冰在演艺事业中获得的分量 最重的一个奖项 当属他在2011年第47件百想艺术大赏中 凭借秘密花园夺得最高大赏 这个大赏有多厉害呢 只要我们统计一下就会知道 从2000年到2020年的21年间 只有五名演员 金喜爱 金惠子 高贤真 玄冰 全智贤 获得了大赏 而玄冰是其中唯一一位 在20年代时获奖的 也就是最年轻的大赏获得者 百想艺术大赏 是韩国演艺界一个综合类艺术奖项 分为电影和电视两个部门 百想艺术大赏电视部门的大赏 在21年的时间里 有11年颁给了电视剧 6年颁给了演员 其中金惠子两次获得大赏 剩余的4年则是颁给了编剧 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导演 由此可见能够获得大赏 对一个演员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玄冰凭借秘密花园夺得大赏 可谓是他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 有人这样说 百想的最佳男主角奖 每年都有 但演员能夺大赏却是几年一遇 能分量之重 由此可见一般 因此百想艺术大赏的电视大赏 是对玄冰演艺实力的最高褒奖 作品深受观众欢迎 夺得各类大赏 应该是电视演员的两大追求 好的电视作品不但可以长久流传 还能使演员不被观众忘记 而在各大颁奖里上 获得各类电视奖项 一方面可以让演员的演艺实力受到肯定 另一方面可以令演员的人气大增 并拓宽起演艺道路 如果一个演员既能为观众带来有口皆碑的作品 又能在各类奖项上有所斩获 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 而玄冰无疑是这样的演员之一 从其在新人辈出的演艺圈 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依然持着超高的人气 我们也能感受到 玄冰以及他的作品有多受欢迎 观众会变化 演员会老去 但作品不会褪色 一个演员只有创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 留下让观众记忆有心的作品 才能不被观众 不被时代忘记 在韩剧的世界 玄冰就创造了多个那样的角色 那样的作品 相信未来的他会继续给观众带来精彩 也祝愿他能为我们奉献 越来越丰富的角色和作品 感谢观众